好,接著來看一題大學學測體 哈囉,大家好,我是跳老師 今天要講解是一百年年學測的第十名 還認出家人家先祖的語詞可以看來說明備品定律 然後底下題就夾雅秋、氧體、氧化蛋、氧化蛋 然後又有水、氧化氫、氧化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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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演算給人集合組合,到底哪兩個是我們可以說的這筆定律物質呢? 好,那解釋題最重要的就是 什麼是背比定律? 背比定律它講的就是如果兩種元素組成不同號碼的時候 我如果其中一個元素固定 那另一個元素就會成簡單整數比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老師講的很清楚,學人聽得很多語 這個人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沒關係,我們用幾個例子來給大家講解一下 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A跟AB跟AB物 因為我看到兩種元素有A、有B兩種元素 然後他們是不是組成的不同號碼會有AB跟AB物 那我們今天如果固定其中的元素的時候 我們先把A固定起來 那另外的元素會成簡單整數比 你會發現我們這邊的B是一個 這邊的B是兩個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1比2 這個夠簡單的把1比2 也就是我們簡單整數比 那我們生活中很常常會在螢幕裡面看到 我們把這些例子呢,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SO2跟SO3 這個我們大家常常可以在酸域裡面會看到 我們的這個,SO2或SO3啊 可能會請求我們的 雅瘤酸 或者是我們的瘤酸 這幾個東西 這就會請求我們的酸域 接下來還有CO跟CO2 再到這個,可能有因果的氧化碳中毒 然後又會讓我們身體呢 因為缺氧就會呈現粉紅色的喔 好,這是因為啊 我們的CO2如果跟紅血球結合之後 CO2會霸佔著紅血球的位置不放 導致紅血球沒辦法再跟我們的氧氣結合 所以就會讓我們的身體呈現缺氧 然後放鬆去活動 好,接下來來看CO23 這個可能就很常見了吧 我們常常所聽到的啊 就是所謂的溫室效應 或者是溫室氣體 就是我們的CO2喔 我們在燃燒這個 化石藍藥酮組 都不斷在排放 我們呼吸的過程中 也會有CO2產生喔 好,接下來 N2O跟N2O N2O N2O可能是大功能 合成一行化代 它在哪邊有出現 像我們常常在使用的這個消耗甘油啊 但是消耗甘油可以輸減心臟的疾病 原因是因為啊 在裡面會分解出N2O 這個東西讓你血管疏張 然後我們比較不會造成新機梗塞 那N2O這個很常來看啊 如果大家有看到 淘寶卡 打進車啊 或者在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這些車子呢 所謂的開這個 淡氣加速 我們就是加速的東西 也就是N2O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這種 2O有另外一個名字 我們叫做 笑器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對著螢幕 我們看的時候 會不會很會笑 好,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看 我們的便體定律在哪裡喔 我們先來看 我們今天固定其中的元素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到 一樣的平衛固定喔 S都只有一個固定 C只有一個固定 兩隻有一個固定 於是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元素會成簡單 整齒的注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SO5 端SO3的話 2比3 有耶 2呢 1比2也有 2呢 也是一個 跟兩個 所以也有 OK嗎 所以這是我們 貝比定律在講幾關鍵喔 那我們來看看 這一題要怎麼進 好 首先呢 他這裡就給了幾個選項 那我分別 我在後面呢 幫你們把他的化學字標出來 如果你們不會寫的話 可以看一下喔 好 那大家記得要怎麼去判斷 我們的貝比定律嗎 大家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箭頭底下這裡 好 給大家幾個硬的喔 第一個 我們按照步驟來說 第一個要有兩個不同元素 接下來這個要有兩個不同化學物 接下來 我們固定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元素成簡單整數比 那我們一步一步去判斷 每個選項有沒有 好 第一個 我們來看看假選項 讓我們看第一步 有沒有兩個元素 兩個都只有兩 是不是都只有一個元素 所以他就 XX 他只有一個元素 OK嗎 我們來看看 對 一兩步看 一個元素 兩個元素 三個元素 這樣超過 對不對 他也沒有兩個不同的元素 他有三個 所以要超過也不是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水 H 一個 O 一個 這邊也是H O H有兩個元素 H跟O 接下來看看第二個 有沒有兩個不同化學物 有啊 一個是水 一個是過氧化性 有兩個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固定一個 你看 如果固定這個H2 H2 那另外一個元素 一個是兩一個 一個是氧兩個 融合成簡單成素 比1比2 有耶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 來看看 然後看看 1-0 1氧化蛋 跟2氧化蛋 O 是不是兩個都叫N 所以第一個有5 有兩個不同元素 接下來我們 2氧化蛋 跟2氧化蛋 接下來我們如果 不適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一個元素 成簡單成素 有人會發現 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兩個 剛好1比2 所以這個也是 好 接下來看物 我的氧 有個我的鈣 然後這邊是 我剛才有三個元素 鈣跟兩根青 我剛才有三個元素耶 鈣跟兩根青素 是不是就第一個 不能要超過兩個元素 所以這題我們的答案 是到了反靠 并定兩個選項 所以這題我們就要選擇 并定 初選項 大家答對了嗎 好 那大家要記得 我們這個章節講的是 背景定律 還有要看到它是什麼 第一個記得 要兩個不同元素 第二個 要兩個不同畫物 接下來呢 固定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一個元素的成 簡單成素比 大家記得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相關的考題狀言喔 有沒有定理定律 原子說 還有磁量守合 如果不熟悉 以下三個關鍵的同學 趕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磁量守合應該算提過了 原子說是後面的中文 OK 那我們在這裡過去考試 喜歡考你 誰符合背景定律 可以說明背景定律 因為它感覺比較麻煩 所以現在都不太喜歡教 不太教 但是 原子說的提出 跟背景定律有關係 這我覺得你們剛才是要了解 所以我還是跟你講 什麼叫做背景定律 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102年的學測 國中生就會了嘛 不用念高中 OK 國中生就知道了 就算有可能 品牌 不是很遠